大家好 欢迎来到狼马的游戏实况解说频道 我是播主狼马 今天继续为各位带来的也是20古堡0的纠结初体验实况第7期 好,先友情预告一下 本期有可能会跟第三期一样进入一个迷路又纠结的情况 所以呢,请各位观众斟酌观看 为什么我会先做这个友情提示呢? 因为我上一次呢,上一次的流程当中呢 好像总感觉好像有点要进入卡关的状况了 毕竟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如果发生卡关的话呢 也只能够请求各位能够先见谅了 好,那么由于呢,我担心呢 这一次呢,会跟那个第三期一样呢 出现卡关的情况 就是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如果说呢,我发现了我的游戏进程呢 没有办法往前进的话呢 那么我就会适时的把这个影片的缩短 呃,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一直让各位看 我在那边晃来晃去的纠结呢 看了30分钟 我想各位应该也会看得很烦吧 好,那么其实说真的 我并不是这么的喜欢带给那么多的那种 怒名其妙的纠结 好,很明显现在呢 就是黑色太轻,白色太重 好,anyway 好,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 它有一张A卡,那到底在哪里使用呢? 好,没关系,我先把它捡起来 如果说呢,并不是在我所想象的地方使用的话呢 那么我就先把它扔在地板上再说 反正那地方呢,附近呢 也刚刚好有那个存档的地方 哎呀,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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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对不准了 啊,又对不准了 就在脚下你... 其实我很担心呢,会不会到哪一期呢 各位呢,就要...各位就要看到那一个... 那个...我为了剪样东西剪一整期 不一定,哎呀天啊 好,anyway,我先调查一下子什么东西 投影机内容 哦,所以说是投影机嘛 好,那么我想有可能 应该就是在前面的那一个 有点像会议厅的地方使用 好,没关系,我先使用它 然后呢,使用完了之后呢 由于上一次呢,拿到了火之钥匙 但是呢,能开那么已经开完了 呃...不能开那么也还是不能开那么... 好,没关系 好,那么我先把它拿回来这边 应该是在这里使用吧 我看一下,应该是吧 我看一下,好,使用它 没有使用的必要 所以就不是在这边使用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嘛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就不要那么纠结了 好,我来看一下 好,先看一下地图 我要先确定一下 我接下来有可能要往哪里走才是正确的 兩层鎖 然后... 海边上才上不去 三楼 这是B1 B1就是一开始出... 诶? 为什么那里上边是... 那边是不能走的 然后这是EF EF 不能走... 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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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现在目前呢 脑袋瓜子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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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 不妨呢... 因为上一期呢... 好像有一个地方 好像是可以解谜的样子 还是说... 哦... 没关系 我先看一下那个文档 因为在上一期呢 有一个开关灯的地方 那边好像有个文档的样子 是这个吗? 好 这个是解那一个始终谜题的 那这个的副所长的日志 好 也没什么重要的讯息 那么 后补心得 干部后补心得 也没有 也不是在这里 嗯 好 好 那么我的想法呢 是回到说呢 上一期当中呢 有一个地方 好像是有谜题的样子 好像是这里吧 好 来看一下 我总觉得这地方 好像隐藏了些什么 但是我并不知道 所以呢 试试看 上次呢是按了这个键之后呢 然后灯就亮了 然后现在灯又暗了 好 灯就亮了 那么 诶 哦 OK 那我知道了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要把 就是 各位很经典可以看到了 恶灵古堡类的一个经典的要素之一 推箱子 好 先推到底 其实呢 二零古堡类推箱子呢 设计的还是挺人性化的 就是说呢 啊 他为了预防说玩家呢 那个推会推过头啊 或者推的乱七八糟啊 所以呢 有一些地方如果涉及到解谜的话呢 他的那个箱子所设的那个点呢 都不会让玩家太过于纠结 应该在这就行了 好 那上上来 然后之后 好 这里捡到什么 哇 那张点好凶哦 好 那么找到长针了 好 那么 我总觉得那个迷路那张点好凶 好 找到长针之后呢 那接下来去的地方就非常明显了 这非常明确了 好 为了害怕造成任何一种不便利的意外 所以呢 咱们就带着那个兵力 虽然说呢 从旁边走呢 这个劲道 但是呢 我总觉得好像如果说呢 呃 不上去的话 似乎会出现一些 纰漏的样子 诶 原本呢 预算呢 这一期呢 搞 噢 噢 噢 诶 按错 原本预计呢 这一期呢 搞不好会有纠结的 但是很幸运的是没有 诶 我怎么一直按地图 我怎么一直按地图 坦白说真的 在五分钟前呢 我是很担心说呢 这一期呢 呃 我又开始纠结了 但是 呃 还不错 至少说呢 呃 自己脑袋挂子动得还挺快的 意外发现呢 原来说操作点是在那边 好 好 既然捡到十针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诶 尸体又不见 尸体又不见了 山上大师 您的您家的尸体 又不见了 哇 好 这里有当然量的药草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缺药草的话呢 就可以来这边补充的 如果我技能没有错的话 应该很快就好准备打蝙蝠了吧 为什么会记得这些boss呢 就讲是因为玩过了 那一个编年史之后呢 对于这一个敌恩的设置呢 那就变得比较有印象 使用 没有使用的必要性 为什么没有使用的必要性 怎么可能呢 有长针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使用 会不会在这个 会不会这里呢 好 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使用 也不是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应该是没有对准 哎 讨厌 对 没错 好 长针往左边 再往左边 再往左边 对对对对对 好 短针那么是要往 哈哈哈 太好了时间倒退了 8点15分嘛 好 都过这个提示呢 我们就知道呢 现在目前有些门已经打开了 那么咱们呢 就有新的地方可以探索了 很好很好 这一期呢没有纠结 这期没有纠结 好 那么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 有两个 一个是二楼 一个是一楼 那么我先到 我先看一下地图哈 好 没关系 等一下我看一下地图 我先考虑一下 我要先从二楼开始探索呢 其实 如果顺的话呢 我应该是先从二楼开始探索 会比较好一点 那好吧 那我就先从二楼开始探索吧 反正遇到boss的话呢 按照这两位主角的巨男美女的攻击力 应该是够了 对 有样东西呢 我一直到了这一期呢 那我才想起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第七期才想起来 呃 各位呢如果说呢 对那个二楼古堡系列呢 是比较有那个熟悉熟悉度的话呢 更该知道说 二楼古堡里面呢 其实有不少角色呢 一些名 一些主角呢 都是著名的一些失踪人口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呢 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这位雷贝卡小姐 雷贝卡小姐呢 除了在零代跟一代登场过以外呢 但是在之后的所有的那一个续作 一直到六代 甚至于说翻外篇等等呢 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一位雷贝卡小姐了 所以呢 我只是很想要问问 那个我们的卡普空先生 请问一下我们的雷贝卡小姐 最近到哪去了 还有我在这这这这这这干嘛呢 等一下 嗯 等一下 好 呃我还在这边暂停一下 是因为呢 我注意到了那个 我刚刚来的一封那个讯息 所以我可能 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一期呢 做满20分钟了 好没有关系 那么我这边呢 要紧急的做我掐断的动作 所以我先存档 那么还是一样啊 非常感谢呢 各位呢 在百忙之中 抽空了来观赏 由本人呢 所制作的这个 呃 20古堡0的游戏实况解说 那么如果说您对于我的游戏的解说呢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是说有哪里需要改善的地方 都很欢迎呢 到我的Facebook上面留言 好那么有建于说呢 这个第七期呢 比较短所以呢 可能时间呢 会延长为大概是40分钟左右 但是如果说呢 第八期呢 我会出现在一种 所谓的卡关状况的话呢 也会把它缩短为20分钟以内 好就先这样子咯 各位 咱们下一次 惡灵古堡的纠结初体验实况 再见咯 各位 拜拜